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是想跟你谈谈 不如让林仔识到地上体育堂吧 但林仔有血有病的 我们会担心他出意外的 适当的运动可以强化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和稳定度 减少出血的机会 更加有研究说 有正常体能活动的血有病人 比起不活动的病友 出血频率还要低 而且做运动的习惯应该从小开始培养 对小朋友的心理都会起到正面作用 一些非竞技性质的运动 在过程中没有太多碰撞 很适合林仔尝试 最简单可以多带林仔出去走走 走路有助于活动宽关节 室关节和摸关 游水对于病友来说 可以说是最好的运动 全身的关节都可以活动 可以强化肌肉骨甲和锻炼心血管 还有可以教林仔踩单车 或者滑滑板车 只要做足准备 例如戴头盔 护膝 护肘等等 这类活动都可以很安全 在公园小心和其他小朋友 有碰撞就可以了 而拳击 曲棍球等等 这类竞技和撞击型的运动 就不建议病友去参与了 林太可以咨询医生的意见 视乎林仔的体格 病情 和目前关节的状况 找出合适区的运动 那好吧 我就让图图试试上体育堂 那我们有什么要先准备呢 在做运动 上体育堂之前的一晚 或者当日早上 需要加强注射迎血因子 减少出血的机会 林太可以和医生讨论一下 应该注射的剂量 和最佳注射时间 现在体育堂教授的项目 种类繁多 林太可以视乎图图关节的情况 或者安全措施的配合 决定是否让他参与 我会先给林仔试试一些简单的活动 和教导他运动前后的伸展动作 运动前的热身操很重要 我们先做5-10分钟的低强度动作 做完之后再做5-10分钟的伸展运动 除了全身伸展,亦都要着重在主要关节周围的肌肉 今堂时间差不多了,下堂 林仔,上完堂,如果觉得肌肉不舒服,可以冰敷一下 万一感觉到刺痛,就可能是微量出血,需要补打凝血因子 千万不要死瘾啦 如果上堂的时候发现急性出血的话,就要立即通知老师 我们立即叫救护车送院检查 知道啦,王Sir,我会听从你和医生的建议 长序漸渲去,增加运动量,而且会两力而为啦 希望你可以慢慢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有助于保持体重 如果体重超标,同样会加重关节和肌肉的负担,增加出血的风险 保持细尾